HELLO 大家好 我們來講講MC第14題 我們先看看題目 題目跟我們說ADCB是平衡四邊形 AG-GD是7比6 BE-EF是3比7比3 理論上紅色筆和黑色筆是不會通的 不過在這個Case中 大家會看到上面加起來是13 下面加起來也是13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這個Ratio通用 所以下面都是用3比7比3 其實都是跟這個7比6是有一個通用的Ratio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看 他現在跟我們講Area of ABP是39cm 叫我們找QDCF的Area是多少 在這個位置我們就可以嘗試一下 找SIM Height和SIM TRIANGLE 所以在這個位置第一步 大家應該看到SIM Height 這兩個三個人會是SIM Height ABP和BEP 這兩個三個人是SIM Height 所以我們就可以想一下 怎樣找他們底邊Ratio 底邊Ratio也是Follow SIM TRIANGLE的Property BPE我用紅色筆 BPE會跟APD是SIM Height 所以底邊Ratio就是3比13 所以我們先拆走紅色 3比13 這個位置也是3比13 所以如果我們算下面的三個人的Area 就應該是39除13乘3 那就應該是9cm³ 然後我們可以找上面大的 就是找APD的Area 我們會知道TRIANGLE APD over 9 其實就會用到SIM Height 就是13 over 3的2次 所以按下計算機 13 over 3的2次乘9 我們會計算到TRIANGLE APD應該是169cm³ 所以上面大的Area是169cm³ 最後我們再找這個Area 找PQF的Area 怎樣找呢 大家會看到PQF和BP BQF和BPE其實是相似TRIANGLE 所以我們也可以找回TRIANGLE BQF 所以這個面積是多 就是0X BPE OVER 9 那麼 就等於多少比多少呢 就會等於10比3以2次 所以我們按下計算 10比3的2次乘9 我們會計算TRIANGLE BQF 就應該是100 所以淺藍色就是100cm³ 最後我們可以怎樣找回 黃色Area 就是我們會知道 平衡四邊人一半面積差不多 我們把平衡四邊形一半的面積 選到淺藍色的面積 其實就是紅色我們想要的面積 即是169加39就是半個平衡四邊形的面積 再選到淺藍色的100這個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所以169加39加100 答案其實就是108 所以Cm² 所以答案就是B 什麼意思 我們沒有拿著 拿到隔壁 我聽到你不懂我 聽到可不懂我 不懂我 嘩嘩嘩嘩